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现在看我们就跟地狱里的人似的 没没没 我从小都知道马克思教导我们人类社会发展有四个阶段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初级阶段 奴隶社会咱谁都没见过 余下来的三个社会呢 咱们斗争了很多年嘛 北欧是个什么地方呢 就三个社会并存 我愿意花这个钱跑去看 就是看这么一种社会 你看它有皇室 美国家都有皇室 所以封建社会 它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 你知道宜家啦 什么这些诺基亚啊 它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的 对 真是社会主义啊 失业的人 失业的人一万五啊 失了业一万五啊 失业就非常少嘛 不是就是失业的人呢 每个月拿一万五千块 拿一万五千块 客郎啊 等于我们人民币两万块啊 工作的人呢 也只有三万 教授赚六万呢 交掉税也只有三万 但是你什么都不做呢 你也有将近两万 那我到那肯定什么也不干了 人家就 这就是谜 这就是谜 我拍了一大堆照片 就是人家怎么努力的工作 我们来看看这个 徐老师拍的北欧的照片 第一组 我看是自行车亡国的感觉啊 那么 你看看他这个 外面开车 这个是哥本哈根 外面开车 这个是街上的 随便的自行车的 这个情况了 你看这个靓女 那个男的在旁边 不怀好意啊 这个也是他在等 我不怀好意啊 老太太 我也不好意思拍 我告诉你 他这都是骑自行车 我告诉你太漂亮了 真美 哎呦 你瞧人家自行车 比咱偷值钱 不不 我想说 你瞧这姑娘身材好的 骑车都显出来 是吧 哎呦 满街堆的都自行车 随地乱放都比咱中国好看 哈哈哈哈 你瞧 哎呦 这俩姑娘还回头看 好家伙 开了夕阳婚了啊 我我 我想 没有性开放 我想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最深的是 有一天很早 我去了 有一个皇宫 外面十字路 没人 还没开 哥本哈 结果 那个 哥本哈 北面 结果呢 来了一老头 骑了一自行车 总有七十多岁了吧 颤颤巍巍的骑着自行车 然后到了十字路口拐弯的地方 他就伸出一只手 你知道 我后来才搞明白 我为什么对他们的自行车那么感兴趣 我就是从那个画面开始的 他就颤颤巍巍的伸出一个手 原来 后来才搞清楚 他们那个自行车 有专门的自行车到 拐弯的时候 你得伸手 就像汽车打拐弯灯 打转向灯 打转向灯 所以他一定有单头手 可是那个地方是在皇宫外 一个人也没有 那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头了 可是他这一辈子手持续就惯了 在那个地方 一个手还这么伸着 自行车这么拐过去 这个画面 我当时印象 我当时来不及拍 我要能拍下来 我就觉得 真拿自个儿当汽车了 是吧 后来我才发现他整个城市里边的这个自行车倒成系统 然后大家都那个守秩序 你不都说中国自行车大国吗 我后来对比了一下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没有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了 我们现在是汽车王国 北京就像个停车场似的 那个哥本哈根的街头 我不好意思拍啊 那美女啊 短裙长裙 那个自行车漂亮啊 他们做好这些那个工具的 我相信他们都爱 但是他非常漂亮 最重要的一些点 我想说的是什么 他们在骑自行车这些青年男女啊 是最fashion的一群 换句话说是街头啊 他们是最时髦的一群 他们穿的是很很好的衣服 可是他们骑的车 后来我打听了 说他们这些车都是很贵的 对对对 好几万的那种 可是呢 他们之我感到比较有点联想的 就是说他们把骑自行车 他不像美国和其他城市的那些人把运动 他们是把它当作一种 一种fashion这么来骑车 但是是代步的 因为我从小就执行直车车嘛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家乡 我们国家现在很多人骑自行车 是变成一个弱势群体的标志 对不对 你说你 你都问他请哪个女朋友吃饭 说骑自行车 今晚我们骑车去 人家笑话你 人家时髦女孩子 咱这边人家都要开TT啊 什么奥迪啊 对不对 谁说有个打扮得很漂亮 骑自行车这个景象 我就印象特别深 不过这个是现在一个新趋势 就看这些潮流杂志就知道 包括香港 就很多国家特别是年轻人 二三十岁的新一代的中产 就开始觉得骑自行车是很时尚的 时尚 因为一方面它环保 环保现在是时尚 对 第二这个车子真好 又漂亮又好看 没错 那大家都开始把这个当成 说到好莱坞明 现在在若三七 就这么骑这个车出去 但是我跟你讲 徐老师 欧洲我去过 当然咱还没有机会 去汇北欧的美女了 但我不是说女人 我是说这个环境 就是说那是什么 我是从小骑自行车长大的 那没法比吧 那是云彩都是美丽的 空气是清新的 到处是绿色的 人人是清和的 礼貌的 文明的 那路旁是有咖啡厅的 这那完全不一样 不我们以前 骑自行车也有很多快乐 我觉得我 我到现在还想 我在北方城市 骑自行车 每天回来 鼻孔都是黑的 我现在回想 我以前骑自行车 只有一种情况下 是痛苦的 就是下雨天 要搞一雨劈 那雨劈搭在脸上 那个雨水打在 我这次从丹麦回来以后 我就注意了上海 首先第一个 上海现在街上 骑的人已经不多了 都装了一个小机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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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胶板还动 那个脚翘在上面 就是什么 全都是小机器 没人骑了 就是那个体力没了 然后呢 也有美女 也有漂亮的女孩子 他们上街 他骑什么 戴一草帽 这儿披两块布 肩上又披一块布 脸上又蒙一什么 搞得跟巫女似的 没错没错 台北啊 那个满街的摩托车 全都绑的跟什么似的 都因为空气不好 污染的液塌糊的 全都绑的跟什么似的 你基本上你就会发现 你现在在台北也好 你在上海也好 极致行车 就是社会弱势的一群 就是很苦 他们简直就在被汽车欺负 可是你真是 就是哥本哈根 我再三说 我后来在奥斯陆 到斯特格尔摩 都没这样的景象 都比较少 只有哥本哈根 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车子不大塞车 路很漂亮 然后他专门修出 我在那边就跟当地的人讨论 他们说 你这样说中国不公平 中国人一定骂你 你说他们专门有自行车到 我开车吧 我租车 开车中间出了点问题 我往旁边一靠 我要查一下 那个GPS出了问题了 我一靠 马上就有一个人过来 跟我翘翘窗 说我站住了人家自行车道 这是一个很不礼貌性 我赶快打招呼 他自行车是专门一条道 人行是一条道 我刚才那个照片 你要仔细看的话 我觉得考虑城市交通规划的人 应该到哥本哈根 去腐化参观一下吧 现在这也是个潮流 好像北京也开始 有出租自行车 很多这巴黎也有嘛 对不对 就出租自行车 游客市民都能用 就免费的 就免费的 就你给个押金 你租了 就骑着它到处跑 不过没办法 我觉得这空气素质很不一样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 骑自行车觉得很脏 很什么 这个东西是一百多年前 伦敦也是这样 因为伦敦雾都 那个雾多可怕 它那个雾都是煤炭的雾 今天中国北方 也就差不多是一百多年前 伦敦那模样 坦白讲 而且人太多 我不知道 人太多了之后 你骑自行车 是觉得好烦 而且容易发生冲突 冲撞 而且容易被车撞 我的呼吁一点都没用 你的呼吁 一方一谈嘛 国情不同嘛 对不对 而且你也 这个洋奴也是有问题 虽然怎么好 我们中国百般不好 但有样好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 那当然了 丹麦人民是渺小的吗 就没那么伟大 这是渺小的 渺小的来 它很舒服 将下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在千千三言行里 哪都不用去 是吧 徐老师都帮咱们拍回来 对吧 在这儿我们就跟用徐老师的眼睛来看看 北欧什么风情 这是Bergen 挪威的一个小城市 是些文化遗产 五百年前的木屋 这是在早上 这是街边随便 那个高速公路边上随便拍 一大片一大红花 我搞不清楚 这莫奈耶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这是挪威市中心的 他们还有另外有名的一根柱子 他们对性的观念 他们性很开放 他们把这些雕塑作为 这是看沙滩排球世界锦标赛 你要是放大的话 你就会看到榜爷多的是 光档的 你看这是腿们的同行 摄影师 你看这女摄影师 英姿吧 都这么漂亮 英姿吧 那镜头前的可想而知 它背后是一个弓吗 后面是杀 这个是一个吊着的机器 它这种机器很重 它腰卡着一个东西 后面吊回来吊着那个机器 我乍一看以为反恐战士呢 没错 就是美人鱼了 哥本哈跟内 马上要到上海去了 对要搬到上海 当地的人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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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的人都在担心 因为他的手臂呢 曾经被拒掉过 补回去的 他的头呢也曾经被割掉过 现在这个头是后来的替代品 不是原装的了 所以他们就在说要去上海了 希望中国人民好好爱护他 这个美人鱼雕像吗 为什么要去上海 世博会代表丹麦 代表丹麦 很小的 很小 它是一个很小 但是呢 人家国家是发展了经济 但最后宣传的呢 是文化 整个丹麦最重要的人物 你跑去听的最多的人物 就是安徒生 整个国家在宣传一百年前的 这么一个安徒生 皇帝也没有这么重要 最重要的东西都跟安徒生连在一起 我回想 咱们是学美国吧 好像 是用文学的手段 来推举经济和政治的重要人物 美国是林肯了 黑人领袖了 对不对 中国现在你到北 你到北京上海 那到处文学的词汇 都是宣传地产了 世界几百强了 都是宣传经济 它那个经济发达 但是最后都是宣传文化 奥斯陆的皇宫旁边 就是伊布森博物馆 几步路就是伊布森博物馆 丹麦的魂就是安徒生 不过欧洲一般的这样 比如说到捷克就是卡夫卡 对不对 但是美国也有点特别 美国呢 有流行文化 Michael Jackson 就来这些 好莱坞 对不对 迪士尼 那么所以说 中国也要在文化上 要捧一个人物出来 也许就余秋余大 是吧 可是呢 可是话说回头 我觉得你刚才讲 那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丹麦那种守规矩 就北欧有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就北欧的秩序 平常一讲秩序 我们中国人最常想到是日本 德国 对吧 对 想连结啊 什么这几个国家 也常没想起来 但每年的全世界的连结指数 头十名 头五名 几乎都是几个北欧国家 北欧的 就是 这个是很特别 很特别 而且你看 他那么守规矩吧 但是他性开放 对 性方面 很很很 怎么叫大行其道 对 对吗 没错 所以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最喜欢看那个北欧艺术电影 不是伯格曼 是那种 是五六个人一起来的那种 到毛片看 对 对 北欧是不是姑娘明显不一样 你看那个雕塑 那个展览 我就发现 他们的女的腿都挺粗的 我当时呢 就觉得 我想 这是艺术家的口味吧 比方说 好像我们唐朝的脸都比较胖 或者是 你看伦布朗 那个如本斯 那都比较壮 但后来呢 我注意了一下 北欧的女性 他上面看 真的是非常符合 我们现在所谓 时装的美女标准 但是他整体来看 他们的腿啊 相对来说 是真的是比较粗 但是过了几天 我就完全习惯了 然后我反过来想 我那个极细极细的腿的印象 那是米兰杂志给我的印象 这是这是强权文化 这个地方 既然人人都是这样 那就是美嘛 那就是自然的 那就是自然嘛 他们每个其实 他们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简单 其实是很自然的 我心想我们有时候那些刻意的美的规范 是被那些走天桥的人所所影响 当然 而意大利的他这种东西也未见的就是意大利人生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他也是根据你们的口味不断的在 而且意大利女人标准一般是三十岁之后就迅速走样 就年轻的时候像条意大利粉 中年之后就像个比赛 就像个披萨 但是我印象印象比较深的倒还不是美不美 而是我觉得她们美女工作 就是说她我还有张照片 不知道她们我也没拿上来 就是一个卖雪糕的女孩 那我不知道 在我看来那真是个非常美的美女 你说明星也行 而且她们那个雪糕啊 在运动场里卖雪糕 跟外面的价钱是一样的 滴着汗 那一大杯的人干锅忙着在卖 我不知道我就产生了一个联想 我就想在中国这么一个美女这么年轻的 谁会去卖雪糕呢 除非是农民工 然后她要是做的话 人家要同情她一大堆了 史上最美什么什么之类的话 就是说基本上还有 你比方说SAS的那个 它北欧航空公司上面 全是四五十岁的 空嫂 空省了 空姑了 对不对 可是他们还工作 其实你知道空姐工作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什么 我又联想到我所认识的朋友 现在在内地的四五十岁的 没有发财 太太都不工作了 在城里的 就好像你再叫她 除非她做很好的工作 做什么经理啊 或者房地产啊 什么 否则如果她还在做一个很体力的事情的话 做男人的都好像有点社会了 对不对 这也许就能够解释咱们刚才埋的伏笔 就是说呀 社会主义 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这个失业了的人拿那么多钱 但是仍然还有人去工作 交这么高税养活他们 她美女还得卖雪糕 她找到她自己的价值 她觉得她在工作着 她在创造价值 这是她的一 她对自己有一种有价值的感觉 因为呢有一点很重要 这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女性地位是很高的 北欧几个国家都出现过女性的国家领导人 好像孙兰就是吧 总理首相 要不然就内阁部长啊 是有很多名额是给女性的 她男女地位本来就特别平等 北欧就很注重这个 所以你看她反过来产假很长 一年多 男人也放产假 也放一年多 就夫妇轮流放 她所有的公民一年55天假期 任何一个工人带薪的 对 已经削减了原来65天 对 所以呢 你说到这个工作问题啊 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很奇怪 按我们中国的想法 你干也那么多 不干也那么多 那你干嘛还干呢 这主要理由之一 就是以前韦伯讲的新教伦理啊 新教伦理 那个新教指的 基督新教最强的地方 最强就是北欧 德国北部 还有这个比利时荷兰 这几个地方 它就是这个地带 它是资本主义最萌芽的地方 最强的地方 那么这帮人 他就真的是把工作当成是种 天职 天职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北欧很多大企业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过 诺基亚 宜嘉 这些大企业的头 把这个公司干得那么好 然后别的国家呢 都想挖脚 请他们过去 那些总裁 那些总裁呢 很多就不走 当时我看过一些访问 问这些人呢 因为照道理是很没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总裁 你想想看 他薪水那么多 你要在北欧一半拿去交税 一大半 对吧 你要是来别的国家的话 你交税少多了 那他干嘛要留在北欧去交税呢 你问那些总裁 他们答案就说 我为什么不交税啊 是 他就不懂为什么要不交税 这是奉献 那就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就说咱就说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极乐呀 不都是说诸上善人汇聚一处吗 就是各位上上的大好人 都凑在一块了 我估计北欧离那不远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I have a dream 就是搬到北欧去 咱们是搬不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子孙后代 能不能享有类似于北欧那样的环境 但是我能理解啊 人口多确实是特别难办 可是我也真的是总是梦想着 就是说将来我们能不能不要生活的那么脏啊 至少说香港 我们大陆人就觉得能到香港这样好 就好点 香港也不怎么样 对吧 你再跟日本比 是你再到北欧比 我就觉得就是 但中国人现在的很多流行的价值观来看啊 他们会看不起北欧 我说不喜欢北欧 对 没错 首先第一 街上没什么好车啊 你看半天都看不到什么X6啊 卡燕啊 这种车你很少看到的 最好的车是出租车奔死 因为奔死 他出租车不收税 对 其他的他因为控制这个东西 想搬卖他靠近德国了 对 所以他自行车这么发达 因为他车很贵 对 油很贵 而且没太多好车 对 第二 没什么名牌 你奥斯路啊 我那天博物馆关门 我就逛街啊 你没有LV 没有Gucci 满街都没有人用名牌 你可以说挪威人是乡下人 你可以中国人跑去 完全按照我们今天的价值观 第三 我刚才讲了 女人这么大年纪还干活 美女还在卖雪糕 开什么玩笑 我们这里抄抄股票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开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初步发展 我们在整体上 你需要跟那个三位一体的社会制度参与 可是我们有很多东西已经很超前了 对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发展现在还是相比 现在在初放阶段 他们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步 你比如说你讲北欧不注重名牌 那么一来固然是因为他们那种宗教制约的民族文化 比较简朴 你比如说像哥本哈根 我朋友在那住的时候 他就说 他问看过很多 有些有钱人 他也开这个Benz 但是呢 他会把前面那个新标啊 故意拔掉 不要太张扬 觉得丢人 丢人 觉得有这个车开这个车太丢人了 然后呢 这个 反过来呢 他们北欧的设计很有名 对对对 他们不用什么家具吗 对 什么 他不用什么名牌 房子的设计 对 然后家具啊 餐啊 餐具啊 什么 他就不搞什么大的名牌 他喜欢自己弄一些设计师 自己弄一些什么 但这些东西需要有美感 对需要有文化 需要很长久的时间慢慢 需要有美学 对吧 有文学 对吧 你脑子里没这灵魂 你能 你哥本哈根的有钱人是不养车的 可是他们游艇 嗯 他那个整条河里边全是私人的游艇 对 有一条游艇趴在那里 有空可以开出去 这是他们的梦 对 哦 这个代价可比本师要贵多了 那游艇太贵了 贵多了 然后呢 而且北欧呢 有一个特别棒就他那个社团主义很强 因为北欧虽然过去都是王国 就像你讲都有国王 但是他每个城镇是半自治的 那么什么事都要大伙商量 就几百年的传统啊 就让所有人做任何决定 做任何事 都要考虑其他人怎么办 走向2011 我跟其他人怎么合作 最近去了很多中东的移民 我跟其他人做任何事都闹了 特别的